平时的话 哈德森会说中文吗 没事 你瞅瞧 谁教你的 你看 大汗教的 你瞅瞧 瞅哪的 他为什么说那么快呢 大汗教 他每天都这样对话 大汗应该跟巴斯现场来一个 对不对 你瞅啥 小那的 你瞅啥 小那的 这个大汗平时也不教他们什么好 这挺好 平时调节气氛 平时调节气氛 但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来 其实哈德森和巴斯跟辽兰的队员们 融入的特别好 巴斯呢 有人说他很幸运 因为他刚来到辽兰 就拿了总冠军 那我不知道在巴斯看来 是他带给了辽兰幸运 还是辽兰把幸运带给了他 其实在中国打球前哈德森也是有了小宝宝 巴斯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的弟弟也陪着他了 所以我想接下来可能你们在中国会过得很开心 有队员相伴有队员相伴有你们最爱的篮球 最后我想我们共同有掌声祝福他们在中国每天开心跟辽兰一同进步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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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仿佛都是欢乐 其实辽南23年 征战CBA总冠军的道路上 不仅有欢乐 更多的还是汗水 甚至泪水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的 因为队员殷伤缺席整个赛季 而为他们心疼 所以接下来 我想把我的话筒 递给何天津 大家好 我是廖云大兰 何天宇 很高兴能够在这和大家见面 在上一个赛季 很多球迷都很心疼你 因为你缺席了整个赛季 而且对于一个球员来说 受伤 康复 调整 找回状态 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受伤一直到手术 到术后的康复 包括康复训练 以及重新回到训练场 比赛场上 真的是一段非常艰辛的路 通过这段时间里 也让我逐渐就是认清自己 也是让我自己的心里愈加成熟吧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 面对伤病其实是在 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可能每天训练 或者每次比赛 都有可能会经历到 但是有些时候 有些东西 包括有些伤病 真的是足可以击垮 一个人的意志力和自信心 无法否认 伤病几乎是所有球员人生中 最可怕的敌人 对于辽宁南岚来说 最近几个赛季 辽兰队员遭遇的伤病太多了 李小旭跟腱断裂 郭艾伦右手周骨骨折 召集为两次肩伤 贺天举左膝骨骨折 从明晨膝盖内侧韧带断裂 本赛季韩德军在季后赛首轮 扑口就打裂了 每一次接球都会带来巨大的疼痛 决赛第二场 带伤坚持出场41分钟 得到22分 抢下10个篮板 而总决赛 他依然带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伤口 冲在最前面 为了总决赛 他可以不顾一切 这球也挺够难的 虽然队员们身上都有伤 但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 和完善的医疗保障 辽兰依然保证了强大的战斗力